如何打开我们的Publisher呢 因为我们这个Publisher这套软体 它其实是Office的其中一套 所以我们在安装Office的时候 当你选择全部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安装进去 那我们一般也不需要去额外的去做安装 可是有些人他安装 他可能只安装Word的一下 PowerPoint的 他可能就不把那个Publisher安装进去 所以你的电脑有可能没有Publisher 有可能没有什么OneNote 有可能没有Outlook 有可能哦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Publisher跟2016和2013大同小异 没有很大差别 而且很简单 保证你会觉得很简单 这套软体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是不是点 开始按钮 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直接点Publisher 点了Publisher之后呢 它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去做一个登入 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不登入 而且Publisher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哦 我们可以透过这里面的一些内建 举例来说空白的空白的文件 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你稍微往下卷动 是不是有很多范本 其实从2013版就已经改成这个样子了 只是我们等一下当时从头开始讲 可是呢 当我们今天假设要去做Publisher 它可以做什么 Publisher可以做谢卡 对不起应该说Publisher可以做卡片 它可以做邀请函 它可以去做证书 它可以去做备忘 对不起点到了 它可以去做那个邀请卡 名片 那个毕业公告 做一个公告 它可以去做活动标志 活动标志 它还可以去做节目单 菜单 它可以发布新闻稿 可是你好像就是没有看到海报 不过你放心 它可以做海报的 好 所以我们终极的目标 我们就是要学会做海报 好 那我们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上课方便 我们就先来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卡片 好不好 卡片 就是我们先做范例 先以成果导向 所以点选这个感谢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做一个毕业卡片 卡片为什么会呈现这个样子 好 等一下再跟各位讲好了 反正我们就先点选建立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变成出现了这样子一个内容 因为我等一下要大概让你们知道一下 这个内容 其实它跟我的大同小异 好 所以我们先打开 Publisher 而且开启 感谢 那张卡片的版本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只不让你初 liberals 叫我们急机 好 还好 藏